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 can 去西貢 除了玩水 還發現這間隱備蠟燭店 Be Candle 一於來個蠟燭workshop 蠟燭workshop 逢星期五、六日才有得玩 Studio有超過30款香味可以選擇 煮香味的樽身只寫了數字 沒有寫明什麼香味 讓你不要先入為主 純靠嗅覺去選心儀的香氣 選好之後 就由店主Savior 和大家一起做蠟燭 現在選了42號的香茅和檸檬草 另外 on top我們可以選一至兩種味 去觸摸的味 我們嘗試用 司徒雪松木 和Juniverberry 就是杜蟲子 就會在香茅上 加少許香料的味 和乾身的木味 令它層次更多 先加入煮香味 香茅和檸檬草 之後再加入雪松木 和杜蟲子 再將香水混入蠟燭 慢慢攪勻 最後倒入玻璃瓶就完成 等蠟燭乾身做之後 再放入乾花 咖啡粉等作裝飾 最重要這張 證明是自家DIY蠟燭的獨家標籤 一場來到不止DIY的 Studio另一邊 還有Savio和選物店開設的新店 一於繼續購物 還有大量日本台灣北歐集貨 比利選購 店主Savio讀工程出身 為何會在西貢開蠟燭店 因為我在西貢大 我一直都住在西貢 一直都想在一個近自己住的地方去做事 很理想的工作模式 就可以走路上班 還有現在我女兒回幼稚園 她都在西貢讀書 整個生活很多事都在西貢發生 我自己覺得是很理想的生活模式 還有西貢的居民 他們的生活方式 其實都很適合香氛和蠟燭這種產品 所以決定在西貢做 Savio還和不少品牌合作 好似望文偉單曲裡面的香膏 以多種花香混搭而成 又帶點木銅香草味 還有大廈和懷舊造型的蠟燭